股坑佩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 扬名2609位全球知名 提供货柜运输服务业者 在全球2013年排名第14大 国内第二大货柜航商 并透过与日本、韩国等知名船公司联营合作 扩张绵密的服务范围 2020年航运收入约占90% 船舶出租约占2% 拥船收入约占1% 21QE净利率39.48% 21QERO49.78% 21QE EPS7.49% Yoy 2516.13% 21年5月营收Yoy 136.6% 21年4月营收Yoy 103.4% 21年3月营收Yoy 90.4% 大股东持有率长期持平趋势 近期1000张以上大户持股比率 60.62% 股价长期向上趋势 近期股价飙涨 市场消息 本土法人表示 看好阳明5月营收240.35亿元 续创新高 6月受惠于新船投入 美国现换约大涨以及SCFI运价走深下 法人预估6月营收将再创新高 阳明第二季财报将激励股价 受到缺贵 赛港及缺船等因素影响 加上即将进入传统旺季 全球各航商纷纷宣布 将加收旺季附加费以及调涨运价 阳明季5月下旬连续两次调涨 从7月1日起加收综合费率上涨 附加费GRE后 短短半个月时间 再次喊出从7月15日再加收GRE 等于半个月内喊涨三次 法人直出 全球货柜传5月准班率走低 显示需求强劲 旺季更旺 预估第三季旺季运价将飙涨 法人表示除非全球经济景气萧条 否则货柜航运一路长多 法人强调美国将解封 第三季旺季更旺 而碳中和市长期利多 供不应求已是长期趋势 2023年碳中和的降速减排 会使供不应求更加严重 货柜航运处在长期多头 谷庚Pitt建议 扬明于6月受惠于新船投入 美国现换约大涨以及SCFI运价走深 预估6月营收将再创新高 扬明继5月下旬连续两次调涨 从7月1日起加收附加费GRI后 短短半个月时间 再次喊出从7月15日再加收GRI 等于半个月内喊涨三次 全球货柜船5月准班率走低 显示需求强劲 营收MOM持续成长 准班率与运价是否调涨 可视为先行指标